请接路 循环资源海洋牧场示范模组 获得鸿海公司的支持 展现了产学合作的典范 海大携手尊鸿环保 将废弃的建材有系统的回收 并转化成3D列印的材料 根据海洋环境的需求 打造适合不同物种生存的鱼胶和藻胶 前后的设备大概投资了好几千万 因为设备它从分类到破碎 到席选到整个再做成3D列印 那这个是一个很息息相关的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必须要把废弃完全的分类开 分类开之后再加工 放到海洋是不能加钢筋类的东西 因为钢筋加进去它会产生氧化 钢筋就会锈死 那锈死它这个胶体它就会爆裂 就像我们海沙物的那种概念一样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材料里面 它就强度就需要非常的强 那我们必须要用结构的一个设计 来让整个材料 就是整个胶体是很完整的一个结构 预计这一项技术将可以改善 台湾西部海域的沙岸地形 为海洋生物提供良好的气息环境 同时推动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 那主要的发想其实还是在于 在地上面的地方创生 我们希望透过大学的USR去结合企业的ESG 那今天正式去做发表 就是希望把ESG跟大学的USR去做一个完整紧密的结合 那这个结合刚好在今天呈现 那我们也结合了海大相关的专场 包含了就是珊瑚上面的种植和富裕 还有藻类上面的种植和富裕 然后完整的希望能去扣合到 未来2050年的净零排放 那这时候我们就结合了包含 鸿海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尊鸿环保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三方的一个合作 链结了产观学研 透过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希望落实未来在台湾的西部海域 是属于沙漠地形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鱼必须要有住的房子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去透过大型3D裂印机 我们希望设计出不同种类 不同物种或不同珊瑚和不同藻类 适合的房子 为这些所谓来去建立一个完整的海洋牧场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达到 去鱼 集鱼 最后还可以富鱼 然后达到永续上面的生物多样性 不只为在水生动物实验中心的 循环资源海洋牧场示范模组 校长指出 去年与鸿海科技集团亲属的 永续海洋循环资源产学合作备忘录中 合作的目标就是致力于创造海洋生态多样性 与循环资源永续利用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把新环经济 在海洋模组里面做一个示范 在海洋模组里面做一个示范 把海洋飞机物 建筑飞机物利用3D列印做成藻胶 然后再用微藻 中型藻 大型藻 来吸收二氧化碳 复合业界的ESG 然后再把这些藻类做成健康食品 也做成饲料 让我们循环进去更成功 带海洋的净零排探 一个非常成功的示范 这次合作展现了产观学研的紧密结合 实现企业ESG与大学USR的完美结合 更为台湾海洋永续发展开创新局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